才是好的一个人生 这个空格你填入什么 就关乎着你如何去认定你的一个人生 在这个空格填入什么样的一个答案 我们就会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所以说非常的重要 这个空格要填什么非常的重要 什么是好人生 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 在小孩子小孩有小孩的看法 大人有大人的看法 扰人有扰人的看法 一般人和修道人对人生的看法 也有很大的差異 生病的人他可能会觉得说 我只要有一个好的身体 那我就满足了 我的人生也足够了 贫穷的人他可能会觉得说 我只要让我有钱的话 我这一生我就觉得够了 我就幸福了 那一般人对普罗大众而言 好人生他们的定义就是 能够掌握摩生技能 然后能够自由自在 去发展自己的一个兴趣跟爱